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轮最佳本土球员 山东鲁能作战主场迎战上海绿地深花的比赛当中 球队的本土进攻核心金正道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抢眼 凭借着他的一传一射球队在主场逆转对手收获三分 而且他这场比赛跑动非常的积极 来自沿边的这名球员 全场比赛跑动11599.7米 总跑动距离跟479.5米的冲刺跑距离位列两队之手 不犀利的奔跑之外 金正道在比赛当中还完成了55角传球 传球成功率超过92% 而且送出了两次